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七的巴豆 至此国庆佳节之际 今天小七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正国神器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 东风41的导弹长度为16.5米 直径2.78米 重量为63.5吨 它既可以机动发射又可以固定发射 其最大射程可达14000多公里 几乎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据介绍 东风41既可以携带10枚15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同时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 其威力之大 足以让10个大城市瞬间消失 当然 它也可以携带一枚550万吨TNT当量的单弹头 对一个超大城市实施打击 550万吨的当量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毁灭广岛的原子弹 当量极为1.5万吨 而东风41的当量相当于370枚广岛原子弹 它的杀伤力绝对会超乎李的想象 当发射按钮被按下的那一刻 东风41导弹便会如同力舰一般急速冲入仓球 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到惊人的25马克 也就是大约每秒8507米 仅需16分钟就可以被抵伦敦 20多分钟到达柳越 它的突防能力极强 可以在飞行途中突然变轨 一切先进的防空系统 想要拦截东风41 则是难上加难 当它抵达预定目标后 会在城市上空的最佳位置突然起爆 如果核爆威力的计算 你就能知道它的杀伤力有多大了 当550万吨当量的核弹 在爆炸的一瞬间 会顿时产生一个 太阳海要亮海要热的巨型火球 其直径可达到恐怖的3.8公里 炙热的火球温度至少会有6000多度 极其强烈的热辐射 不会使火球内部的任何东西 包括建筑 汽车 树木 以及一切生物都瞬间漆化蒸发掉 即使远离爆炸中心25公里的人 如果暴露在户外 也会遭到最为严重的三度骚伤 即会迅速烫化 甚至损伤到骨格 另外 在爆炸的同时 巨大的火球会发出一道 几度刺眼的强光 瞬间照亮整个城市 无数的人会在强光的闪击下 顿时失明 当然 以光辐射更具杀伤力的 当属冲击波 在爆炸的一刹那 一股威力无穷的冲击波 会以爆炸中心疯狂地向四周传播 距离爆炸中心 大约12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建筑 将瞬间被移为平地 在向外至35公里范围内的建筑 也都将遭到严重的破坏 总的来说 在东方41核爆之后的几十秒 一个超大的城市将不复存在了 无数的人也会在轻个间死亡 有的人就算躲过了冲击波 和光辐射的双重打击 恐怕也难以躲过随着而来的核辐射 如此巨大当量的核弹 在爆炸后会随着生成一朵 超大的蘑菇云 其高度可达26公里 直径至少有58公里 云层厚度至少有9.5公里 这个充满尘埃的黑暗蘑菇云 会遮天蔽日 使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当冷暖气流在高空相互碰撞后 便会降下具有致命辐射的黑色大雨 忽然整个城市 所有的幸存者都将遭到核辐射 难投厄运 这就是我们的东风41 它的威力就是这么猛 没有哪个国家能扛得住它的攻击 它是命人挡寒的大杀器 一旦发射 便会瞬间将敌国 炸回石器时代 它更是和平卫士 是我们的保护神 东风在手 所向无敌